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哈罗之后我们也有这个想法 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外教老师 也包括我们的宗教老师 有机会做到一起 能够探讨教练 或者共读一本书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开始又重复制了 长沙的利他书院 利他书院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共读一本书 另外也想请一些 周围的有受到尊敬的一些朋友 能够过来给孩子们讲一讲 人生的一些道理 或者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还有一点呢 我们也是希望这里作为一个家族 聚会的一个场所 自己最近这几年 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家训家教这些书籍 两个喜欢去归纳 辉总 然后也在墙壁上面 很多地方我都特意贴下来 也希望跟很多父母朋友 一起做分享和交流 选择哈罗学校 一方面我觉得肯定是缘分 真的是缘分 因为我们这孩子从零岁开始就接触英语 所以他一直在幼儿园以后 在高小学阶段以后 就是应该来说自己还是蛮自信的 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英语的方式 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思想 能够通过英语的方式 跟朋友能够交流 但可能在原来国际学校 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局限 所以我们才去到杭州 也去过海南的其他的一些学校 也去感受过 最后他感觉这里是更合适一些 包括我们家多了 一开始他可能并不觉得这里怎么样 他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之后 他自己跟我说 他说爸爸我就喜欢这里 我不想再回去了 所以我相信这些选择 虽然一开始是我们做了一些引导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是 他真的喜欢这种学校 这种肺炎 从他直接升高可以感觉 他就越小 长得一年一年 现在可能一年就越起了 就他心心肯定是很愉悦 同时另外一点 我们家孩子来到这里 他又喜欢了数学 喜欢了音乐 这些是我们意外的收获 所以选择这里 可能我们没料到会有这些 但我们知道 这个选择是我们孩子 自己做的选择 是适合他的学校 我并不知道哈罗是不是最好 但我们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孩子是选择适合 他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觉得很开心 关于跟家长推荐的三本书 对我来说真的很难 所以我只能说推荐几类书 我觉得第一的就是我们 因为经常跟学家打交道 我觉得希望我们很多家长 如果能够看看米西贵的 学校如何运作的 这样我们更了解学校 挺有意义的 这个是学生第一 也是米西贵的一本书 也是他关于学校的一些 教育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挺有意义 但最近米西贵也写了一本书 叫《家庭教育指南》 我觉得挺有 很多爸爸妈妈也读过来 我觉得挺好的 但他这里面谈了叫陪伴 摆在第一位 这个妈妈是把他自己陪伴的过程 写了一本书也挺好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 大家都谈教育 我觉得教育更重要的还是 家庭教育 应该是住于学校教育 或者住于社会教育 这些叫家教 对了孩子就一定行 当然最好的家教 我觉得前世家训 就是最好的家教 还有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本 叫戴安娜写的这个准备 我们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 不能让孕期和环境来决定他们的未来 还有社会学校 当然还有如果说大家需要快一点建校 我觉得正良的事 立马就可以建校 然后说孩子才会听 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还有PT父母效能 但最后我觉得孩子一定是以兴趣为我 不管是艺术也好 还是运动也好 阅读也好 我觉得最终不要回到孩子的兴趣上来 就足够了 谢谢 谢谢